入狱服刑一个星期的董总前主席叶新田 今天在三名狱卒的押送下 出现在吉隆坡高厅 以一身白色衬衫 米色长裤和拖鞋 现身法庭的叶新田剃光了头发 一脸眷容 面对媒体的追问 他不发抑郁 还比了个不准发言的手势 身体状况还好吗 会道歉吗 高厅法官纳都默默法鲁兹 在聆听了叶新田于16号 被判藐视法庭罪程 拒绝道歉的原因之后 批准发出暂缓令 这也意味着叶新田暂时重获自由 直到上诉庭做出判决为止 但高厅开出了两项条件 第一叶新田不得针对此案 向媒体发言或发文告 因为这也算是藐视法庭 以及第二法庭如果预令他出庭 叶新田必须随传随到 只要违反其中一项条件 散缓令将立即撤销 今天叶新田的支持者 也到场声援他 叶新田两年前不满高厅 驳回他要求撤销五周董联会 禁止他阻止823特大的禁令 转而向沙阿南法庭 再度申请禁令 结果被控藐视法庭 由于叶新田拒绝道歉 因此法官在16号判处他 即日起坐牢30天 MDV7综合报道 明冬很快 显流 对 谢谢观看